而由于金轮大桥风桥演练的关系 所有车辆都必须改走金轮市区 因此从早上八点前就有许多大型车辆路过 而在重要的十字路口没有设置红绿灯或是交管人员 在地民众表示早上许多家长送小孩上学时 经过路口都相当危险 大货车从金轮市区街道呼啸而过 由于金轮大桥风桥进行演练 所有车辆都必须改走金轮市区 因此从早上八点前就有许多大型车辆路过 但在重要十字路口因为没有设置红绿灯或交管人员 在地民众表示早上许多家长送孩子上学 经过路口都相当危险 车子比较多啦 早上是有那个接送小朋友上学的 会比较多的民众嘛 可能不习惯 这边又是十字路口 比较危险一点 其他的事还好 最主要这边的红绿灯又没有 没有红绿灯嘛 对啊 就是会提醒他们说要起慢一点 大五公务团从去年开始 每年都选在金轮大桥 进行防救灾演练 对于金轮市区居民提到的交通状况 日后将会纳入考量编排人力进行交围 确保民众行车安全 讯息前的演练嘛 那我除了我们金轮大桥 还有我们的疫情性的封地 今天也是我们的重点 那如果说那个地带 可能离我们有远一点 但是我们改天会考虑到 再部署多一点人员 在那边指挥交通 这样就可以改善了 以行车安全跟顺畅 服务我们用路人为主要的原则 金轮大桥进行防救灾演练 都会事先告知在地村庄 但平时车辆大多行进金轮大桥 这次金轮市区车辆突然增加 也让在地居民行车危险提高 而到公务团队匀落 日后会进行改善 这讲解泰马理想报道